哈囉!你好!我是萊斯!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有幸啊! 有幸拿到Diablo M 暗黑破壞神 永垂不朽的AVA測試帳號 不是工商齁! 不是!沒有什麼義務的 前面這一段我就先塞個角色畫面 就展示一下 不然前面要講一堆廢話 我也不知道要講什麼畫面 其實後面應該也會蠻多畫面不對的 反正暗黑畫面就那樣 最近寫稿比較懶 就比較偏向閒謠內容 想到什麼就講什麼 那這次測試對我來說算是蠻特別的 我想講職業好了 這次職業有野蠻人 秘術師、獸魔獵人跟武僧 每種職業都有兩個性別可以選擇 每個性別又有兩張外表可以選 總計16種變化 但是基本上 實際在玩的時候 看不太到自己的臉 所以倒是也不用太去計較說 臉長得好不好看 那這次測試對我蠻特別的 我原本是申請iOS的帳號 和Android的帳號兩種 可是我也不知道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總之就是我的Android帳號沒有下來 只有iOS有 那我仔細想了一想 我真的很少在手機上面打電動 除了早期的神魔之塔以外 後來玩的寶石方塊、Triple Time、 弓箭傳說中了一件 公主連結、嵌與遠征、逆轉回合 欸? 其實算算好像蠻多的 反正其他想不起來了 不過就是我在有手機以來 大概在手機玩過的就只有這些 大部分都是在模擬器上面玩 那我還真的沒有在手機上面玩過什麼動作遊戲 所以這次難得 有個手機的測試報告 我用的是iPhone11最便宜的那個版本 畫質我開Ultra 但是沒有開啟強化FPS 畫面我能打多亮就打多亮 真的是開到底 不但手機的亮度開到最亮 遊戲裡面也是設定成最亮 另外我不用手機打電動的主要原因是 基本上我就是個天天待家不太出門的人 所以明明有電腦可以用 要用手機玩其實蠻難受的 再來如果遊戲要弄什麼畫面 或是要實況幹嘛 也是直接從手機模擬器上面 擷取畫面會比較穩定 而這一次我是用AirServer錄製畫面 就電腦裝個AirServer 然後跟手機用同一個WiFi 這樣可以把畫面打到電腦上面 然後再用OBS擷取 有時候你們會發現在畫面上 看到卡頓和吊針 這個是AirServer投影畫面的問題 實際在玩的時候沒有那麼嚴重 但是偶爾還是會出現頓一下的狀況 還是會不嚴重而已 使用iPhone 11全亮度 Ultra非高FPS的模式玩 半個小時大概是掉20-24%左右 也就是可以玩約4個小時 我測試了幾次 每次就每半個小時 掉的%數是不等的 但是就是在20-24%這個區間 在玩的時候 手機撐不上燙 就淺淺的微溫微溫這樣 那如果同時充電的話 電量是會越來越多 但是如果有開高FPS模式 又同時充電 手機會發燙 在這一個同時 不只是AirServer打出去的畫面會頓 連手機都會出現明顯的不定時卡頓 簡單來講就是 iPhone 11不能邊充電 邊高FPS玩就對了 然後再講一下我對這支 神奇的遊戲怎麼評價 我真的是玩了好一陣子 畢竟雖然暴雪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但是Diablo的遊戲算是我連線遊戲的大入門 跟十七時代天堂C帝國CS那個年代一起玩的 對他是真的還有滿滿的情懷 想當初在網咖 來閒聊一下 想當初在網咖 看到朋友打到一把祖父 外國人跟他開價200美金 他還不賣 打到的時候 其實祖父已經是大家覺得比較沒有用的東西了 那個時候流行的是 殘忍之快速的巨神之人 就CCBQ 要啟動我忘記了 1.08、09那個時代的事情 那當時的打寶 就真的是打寶 可以日復一日的打 可以年復一年的打 想不懂當初怎麼那麼有耐心 什麼不死鳴河娃娃、薩卡萊姆騎士團 刷大漠小 欸?好像都是第三章 我相信有很多人打Diablo的回憶 都是在第三章刷大漠小漠和乳牛關 就一個新的build的角色 就先帶去跑流程、跑到地獄 到地獄之後開始刷牛關 刷到八十幾集等build的成型 然後母牛王被人家打死了 再往他那邊幹幹叫 沒有畫面 懶得去找 你就擔待一下 那我解釋一下母牛王是怎麼回事 怕有的新玩家不知道 母牛王是Diablo一個隱藏的任務 我忘記好像是1代還是什麼時候 有謠傳一個秘密 那個秘密就有點像是快打旋風 在跟龍對決的時候 可以一直尻生龍拳 一直尻一直尻 尻到蝙蝠的時候 有機會可以抓到一把鑰匙 然後這把鑰匙 可以在最後打Vega 小時候我們叫他將軍 打將軍的時候 可以用那把鑰匙 打開畫面上的鐘 最後會有一個隱藏角色 龍跟啃的師父會出來跟我們挑戰 也有人說可以學會異陽指 那因為那個年代 快打旋風二代有bug 像是阿里顧可以用無影摔 和黏巴達這種bug技能 所以大家也對異陽指隱藏角色深信不疑 最後隱藏角色還真的出了 就是好鬼 只是出的時候 不再二代出的而已 回到暗黑 結果後來二代還真的出了一個乳牛關 乳牛關是一個隱藏任務 你就要去翻一個屍體 取得維特之角 然後把這個角和一本傳送書 還是傳送卷我忘記了 放到赫拉迪克的方塊裡面合成 就會開啟一個通往乳牛關的密道 那大家心裡都會有個默契 不要殺乳牛王 因為如果乳牛王被殺了 任務就算達成 那任務達成就不能再解了 那這個角色這輩子永遠都不能再開乳牛關了 那當時在開乳牛關的時候 就很容易有紛爭 小紛爭啦 不像是那種天堂那種 拖個二、三十人去封王咖門口那一種 或是開關條件 不是要找那個維特之角嗎? 那有的人就總是不早在城鎮裡面混時間 這種人就特別討厭 或是有的人就是要 不小心殺掉乳牛王 然後害那個開遊戲的人不能再開乳牛關 哇 人家殺你一隻乳牛王 就好像他媽殺你親生老媽一樣 直接拍桌子打鍵盤 站起來就罵說 幹你娘啊那媽誰殺我牛媽媽自己說 不要被我抓到那媽出來打斷你的手 現在這邊回想起來 還真的是覺得很智障 還有那種明明有戰鬥力啊 然後還在那邊只顧著吸趴、減寶、不做事 暗黑二代的時候還是一份吊寶的年代 就是噴出什麼東西大家共用的 每個人都有失去的權利 這個也是紛爭特別多喔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種經驗 不做事的啦、吸趴的啦、雞掰的人啊 那種搶寶都特別快 他人生的天賦啊 就全點在減寶上 順帶一提啊 當初打到祖父 200美金不賣的那個人 家境不錯、能力也不錯 他之前玩了一隻手遊 滲透式心死吧好像 第一個禮拜刷了30萬 第二個禮拜就嫌無聊不玩了 還有玩那個網頁的奧視天地 一個月也是幾十萬在跑 玩了幾年這樣 真的扯太遠了 抱歉抱歉 趕快講Diablo N Diablo N喔 他就真的是Diablo N 就這樣子而已 沒有什麼驚喜 直接想像成喔 把D3移植到手機遊戲上 然後做一點配套這樣 你們現在看畫面會很糟喔 我看大螢幕喔 也覺得蠻糟的 但是在手機上啊 其實表現不錯 可以說是精緻 但是放到1920x1080的話 那個畫質就真的不太行 這隻遊戲啊 我玩到蠻等的 難度打地獄1 阿法版的上限是45級 所有六個職業 但是目前只開放四種 聖教軍和死靈法師沒有在裡面 沒得玩 不過也沒差 我就要玩秘書師一次而已 那有看了一下獸魔獵人 基本上 這兩個職業的技能 也都是直接從D3搬過來的 在城鎮內啊 甚至在大地圖外面 都有支援自動行走 就是你可以插旗啊 讓他走到某個特定地點這樣 但是如果你在打秘境類型的話 或是頭目副本的話 就沒有 沒有支援自動戰鬥 自動刷怪 這些自動類型的都沒有 唯一有的就是自動行走 解每日的時候可能會用到 對 遊戲也有提供每日的功能 Server時間是凌晨3點換日線 目前玩是每天下午的6點鐘會換日 很奇妙的時間 那講每日任務的資源那些啊 之前先講別的 每個角色會有一個主要技能和其他技能 那基本上也是 全部都是從D3搬過來的 都是你熟悉的技能 那熟悉這樣講是比較好聽啦 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技能跟玩法 那雖然你的技能很多 同一時間你只能放一個主要技能 跟四個普通技能 那最重要的差別是 他取消了能量的控制 我們玩D3不是會有什麼法力什麼的嗎 就怒氣那些 那Diablo M就全部取消掉 每個人都沒有那些 只用技能冷卻控制 所以玩起來的時候就會變成 拉怪、聚怪、放招等技能冷卻 剩下的時間就是都用普通攻擊 來填補輸出的時間 那這邊有注意到 這個遊戲要拉怪聚怪 我玩的手遊老實說不算太多 所以我講可能也不太準 但是我是真的沒有玩到這麼吃操作和走位的 手機角色扮演遊戲 強調齁 手機角色扮演遊戲 不是指全部的遊戲 那順便講一下 我也沒有玩過傳說對決、英雄聯盟 那些手遊 就以一個ARPG的手機遊戲 Diablo M相對其他遊戲來說 都是比較吃操作的 然後我覺得這個吃操作 應該也是跟職業有關 關係還很大 像是我玩秘術時 我覺得走位蠻講究的 那這個走位除了跟你 清怪快不快有關以外 跟你會不會死也有關 那有人問說 這跟一般手遊分game有什麼兩樣 每個人心中的分game不一樣 也有人覺得很笨 我覺得很省 不會再辦了 以後一定盡量的不偷懶 講詳細一點 那我覺得差別就在於 清的快不快 跟會不會死 這個就差蠻多 有接過那種手遊的案子 畫面我就不放了 滿不道德的 反正看起來就換皮遊戲的手遊 你們一定也看過不少 打王就是站在那邊 你尻我 我尻你的護尻 然後王的血量條後面還有個 乘以50阿 乘以99之類的 然後站著打 不閃招都不會怎麼樣 除了頭身手腳腰以外 還有什麼 護腿阿 內襯阿 實裝 手腿還要分左右 鞋子也分左右 然後還有什麼 神光阿 翅膀阿 巴倫阿 從未堆的 然後每個都還有什麼 1到9階 1到5階 各個等級之類的 接到這種換皮類的 我也是很頭痛 多半是還人情的 就之前人家幫我喬到 我想要做的手遊的案子 總是要還一下人家那種 沒有人要接的案子 就這種類型的遊戲阿 我覺得 我個人認為阿 技術比重 越重要的 我會覺得越好玩 那走不走位都沒有差的 然後我會覺得 我就去玩放置遊戲就好啦 揚揚電子機 欸我先透露一下結論阿 我怕有人看不完 這篇廢話相當多 就如果你原本 有想要玩D3 所以DIABO M的期待就比較高 不論你是期待想要玩阿 還是期待想要看笑話的 都不用期待太高 那整體玩起來阿 他就是DIABO 3 做成手遊的感覺 我繼續聊 那為什麼秘術師阿 我覺得更吃走位 因為遠程範圍技能多 遊戲整體阿 我玩起來 幾乎所有的配置 包含頭目 都會給一堆小怪給你 那每個職業的普攻一直打 會集一個能量條的大招 秘術師的普攻阿 只有某一招大招開啟後 可以邊走邊射 那這個狀態的時間阿 佔比算是微乎其微 但是獸魔獵人的主要攻擊普攻 可以邊走邊射 所以整體來說 獸魔獵人的走位 會比秘術師的走位簡單很多 那其他近戰我沒有玩 武生跟野蠻人阿 也沒有打算玩 一來我是覺得遊戲就這樣 二來我覺得在手機上面玩很難受 直到現在我還沒有拿到 我的安卓版的帳號 也不打算要了 那三來全部的東西都還是有可能變動的 也沒有想要研究 那技能的強度 也是比較自動化 你等級到了 你就是會自動學會技能 然後等級又到了 你的技能Rank就會提升 就變強啦 那傷害變高阿 持續時間更久之類的 對了 前面說的都是等冷卻 其實還是有分一下 像是法師的獵光波阿 紫色這個 第三就有的 它這種就是能量型 有個自己的能量 用多久消耗多久 跟你的膀胱一樣阿 尿完就沒了要等到恢復 那這個技能冷卻時間一秒 類似的還有冰凍波 我猜野蠻人的旋風斬阿 或是獵人的轉轉轉那個掃射吧 應該都是 那有的技能阿 會有充能 就是可以讓你堆個兩三次的那一種 獵魔獵人比較多阿 法師就傳送一招而已 可是這一邊我覺得有個很妙 因為你不需要靠左鍵 就主要的攻擊來恢復能量 現在DIABO M變成要等冷卻時間 導致你會有更多的時間 願意配給走位 這大概是我第一次玩法師 沒有把閃線放在技能欄位上 那戰鬥的部分應該也講得差不多 對 還有打擊感跟手感 如果要我講的話 我一定是覺得不好的 畢竟用手機玩真的痛苦 然後我又是用AirServer 所以我的聲音會從喇叭出來 而不是我的手機出來 簡單一點講 打擊感跟手感 我後來直接用手機玩 他也就是第三那樣 沒有特別好或是特別不好 我相信如果讓我用模擬器 或是手把玩 評價會更好一點 那我手指比較粗阿 而且我還是會流手汗的人 技能要冷卻的時間 放歪是真心幹 那我先跳出來講一下別的部分 這支遊戲的定位阿 我覺得有點奇妙 我自己覺得啦 就這個遊戲 到底是要做給誰玩阿 首先如果是電腦玩家 本來就有在玩暗黑2、暗黑3的 這支遊戲我覺得沒有什麼心意阿 它就是暗黑3改成手遊 然後搭了一些手遊的強化要素 這個我完全會繼續講 那如果是要給原本的手機玩家玩 沒有了自動戰鬥 沒有了掛機系統 雖然有每日 但是我覺得這個黏著度阿 應該還是會在玩法核心上 那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如果你有零碎的時間 而這個時間大概要至少要10到15分鐘 你才能打一場副本 需要坐下來好好玩的那一種 那我目前想到比較偏向這種客群的 大概是那種下班會和同事阿 朋友玩一場傳說對決的人 可是要問我說這支會不會中 我覺得還是滿有機會的 那我這邊也先表態 我自己會不會玩?會 應該至少會玩個2天 我1到45集花了3天 不是很密集的玩花了3天 我覺得到滿等大概密集玩的話 也是2-3天差不多 那主要是會想要看劇情阿 劇情看完我可能就結束了這樣 這裡面可以看到佐頓庫勒阿 恰西阿阿卡拉阿 迪卡凱恩這些就算了 還有一個副本 可以看到當初塔拉夏和巴爾決鬥的場景 哇!塔拉夏耶 你甚至還可以跟塔拉夏阿 佐頓庫勒一起打巴爾 如果你曾經是個暗黑2的玩家 看到塔拉夏應該是會很興奮的 他是一個赫拉提姆議會的 一個超小的法師 故事中阿佐頓有保管靈魂石嘛 但是把靈魂石給弄壞了 導致那個靈魂石阿 沒有辦法封印住那個巴爾 塔拉夏就犧牲自己阿 把巴爾插入... 欸不是阿 把那個... 封印了巴爾的靈魂石喔 插入體內 但是這一邊阿 就是故事敘述 如此重要的一個人 從來沒有出現在暗黑中 哇! 終於有機會可以看到他 看看他的故事 那想想喔 看劇情也不會花很多時間 我至少就會把劇情看一下 目前釋出的劇情阿 就真的不長 不知道後面還有沒有 我把目前阿 開放的劇情跑完 還沒有45集 也就是Alpha的滿等 那之後會開到60集 感覺應該是還會有個 兩三張的長度才對 還有什麼沒講 裝備系統 課金系統 PVP PVP我沒玩阿 也沒有什麼興趣 我就跳過了 還有巔峰系統和天賦 我先講裝備 裝備跟屬性一起講 他也是簡化了一些 我不知道 是不是我看出來是怎麼樣 裝備分12個 6個主要部位 頭、身、腿、肩和主副手 左衫、右衫 那這6個裝備都沒有護甲 護甲改用血量代替 提供血量的 只有衣服跟腿 然後主副手、頭盔跟肩膀 提供傷害 次要裝備就是手、鞋、腰 然後兩個戒指和一個項鍊 手提供傷害 鞋子跟腰帶提供生命 然後兩個戒指跟項鍊是提供護甲 這個超微妙 為什麼全身裝備都沒有提到護甲 都是提供生命 然後戒指跟項鍊提供護甲 而且我在角色屬性上也沒有看到護甲 我覺得有可能是寫錯了 那主要屬性就是什麼力量、智慧、堅韌耐力那些就不提了 藍裝、黃裝有魔法屬性 菊裝的專有屬性那些也就那樣 沒什麼變動 主要的裝備可以鑲嵌寶石 還是傳說寶石 那這些傳說寶石都會有一些特別的屬性 例如說你攻擊有10%機會可以施放閃電鍊 或是你施展閃電星星之後會加速那些 次要的裝備則是鑲嵌綠寶、紅寶那些 以前就有的 還有一個護身符的欄位 這個是打到45級才可以裝 它可以讓你的技能有額外的RANK加成 像是我身上的就是隕石RANK加1 而隕石本身最高就是RANK1 可以靠這個往上拉 不過這邊特別提一下那個技能平衡 我自己是覺得 沒什麼平衡 隕石只有RANK1 我加了一級到RANK2 感覺應該要是相當厲害的東西 按比例來說 結果那個傷害還沒有比獵光波漂亮 還差很多也很難用 那我覺得這些東西應該是會需要再調整 那另外像是主要的普攻 D3就真的完全是臭能量用的 傷害是完全跟不上 但是目前的平衡 普攻的傷害有點高還高很多 有的技能傷害甚至追不上普通攻擊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應該也是會需要再調整一下 那這支遊戲的課金點在哪邊 佛還是坑 這個佛跟坑無法評估 不過我可以聊了一下我的想法 不能評估的最大原因是 它現在在測試每天給1000鑽 然後它沒有告訴我們說 這個鑽到時候要賣多少錢 可是我可以稍微形容一下 大家心裡也會有個底 它主打的商品的其中一項叫做Krist 我不知道怎麼翻 有Real Krist跟Legendary Krist 就稀有跟傳說 那這個東西一個賣300鑽 可以讓你打的秘境加磁條 那有的磁條對玩家有利 有的是讓怪物變強 它不管怎麼樣都會提高打保率 就是會多給箱子 甚至還會有時間內打完秘境 會有額外的箱子這樣 而且一場秘境可以放三格 就叫它石頭好了 那這個石頭也會有其他的地方可以拿到 但是畢竟這個是販售用的商品 不會太大方的 那加了這個我覺得打保率有差 而且也不算太少 但是這個影響的幅度 也是他們爽怎麼調就怎麼調 這個現在說不準 這個東西最有趣的地方是 開秘境的人放 也就是說如果你都不花錢 但是有大哥幫你開 你跟著打就是跟著爽 花別人的鑽打好圖這樣 有點POE開高等圖的感覺 這個部分我覺得還OK 就你有塞石頭進去 打保效率一定是比別人高很多的 然後不管有沒有貼石頭上去 我覺得主隊打的效率 還是比自己打的快的多 多很多 當然要隊友不滑水 不過整體上Diablo M的互動 會比一般的手遊高一點 但是高也就大概高到像D3那樣 至於可不可以交換裝備 我覺得應該是不行的 遊戲內有內建一個拍賣場 可以讓你換傳說寶石 一般寶石 符文和技能石頭那些 技能石頭我到現在還沒有看過 是什麼還不知道 不過這邊有個特別要講的東西 一般寶石 就是什麼碎裂銅寶石 無瑕銅寶石那些 在Diablo M變成很重要的資源 貴重啦 貴重資源 一般怪物不會掉的 另外還有個Battle Pass 就是賽系模式 你要執行遊戲裡面的活動 各種玩法 任務副本 然後會拿到一堆賽系點數 點數換禮品這樣 所以 一定會有個付費版的可以買 可是付費版 目前只有看到120鑽 我在猜這個應該不是買賽季的鑽 而是直接升一級的鑽 升級到最高級之後 還是可以取得賽季點數 然後每次升級之後 就會給你一個寶箱 可以讓你有那種農越多 賺越多的感覺 然後這邊有個發點 這個介面功能 大部分的手頭都看得到 就告訴你說 你還要做什麼事情 就可以拿到什麼獎品 鼓勵你去做很多事情 當工具人 收集一些東西這樣 探索這邊 也是要你打幾隻怪 然後解鎖地圖的完成度 活動這邊也是 也很明顯 第一個就是賞金 就是每日任務 一天12次 第二個是秘境 每個活動都會告訴你說 這邊會取得什麼 第三個Best Triary 這個是另外一個系統 打怪會取得怪物的元素 隨機的 湊滿10個就可以開怪物圖鑑 開了圖鑑可以看到怪物的故事 然後取得一些傷害和血量 應該會有故事啦 因為他這邊根本沒有血 只寫Coming soon 就很手遊設計的東西 也沒什麼不好 如果按照D3打寶的尿性的話 這也是遲早會滿的東西 那接下來幾個就是 目前開放的頭目 也不多就6個 超衰的李奧瑞克還是第一個 然後講講每日 每日一天12個 有三次洗牌的機會 一次洗一個 那基本上我測試了幾天 每天都會有2個黃色的每日 這種黃色的每日 都是要打副本的 一場大概10多分鐘 12個每日解完 差不多是1個小時以上 會給榮譽點數 會讓你買石頭 重塑那些會用到 也算是重要的貨幣之一 那主要也是會給寶石 甚至護身符之類的 基本上有要玩的話 應該是要每天解 因為這些東西也沒有辦法說 就是靠花錢買到 而且給的經驗值不錯啦 黃色的10幾萬 普通的5-6萬 那有個設計我覺得不錯 就經驗值的部分 打一群藍色的菁英怪 除了本身的經驗值以外 還會掉經驗球 這個球經驗值從500-2-3000左右 一次還出了3-4顆 所以並沒有說用每日任務 去卡你的角色等級之類的 不過每日任務如果劇情擋的話 我覺得時間可以省下來 哇!講到這邊其實有點累了 但是該講的應該差不多都講了吧 有些小東西我就跳過了 我就快速的簡單講一下 像是盜寶哥布林還是在 但是好像只會噴錢 那沒有看過會噴寶石或是會噴裝備 裝備的不敢講 但是噴寶石我覺得不會出 那掉寶綠我覺得還行 就真的是要打菁英怪 就是藍色或是黃色那種怪才會出 那這些怪在地圖上 會有另外的顏色標記 有一次我還在地圖上看到有橘色的怪 我不肯定是不是我看錯了 可是當時因為剛好有事情 結果我沒有打 回頭就不見了 這也是遊戲比較煩的事情 就沒有辦法暫停 那每一張圖應該有個人數上限 但是不會太多 所以你時不時的可以在地圖上面看到路人 你可以決定要不要跟人家組隊一起打 直接按邀請就可以了 那沒有組隊的話到下一張地圖 有可能會碰到別人 碰到人的頻率我覺得還算OK 不算會碰到太多人 但是又不會感覺說自己很孤單都看不到人 我猜暗黑4之前預告的就是這個系統 只是Diablo M先拿來用 怪物也是重生機制 而不是說要重開關卡的那種 裝備重鑄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超級大坑 可以不用花錢的 可以 是說做裝備可以不用花現金 但是重鑄好像要花賺 重鑄會需要藍色重鑄石 或是指定的石頭 例如說你用Ravager Stone 它可能有幾條屬性 那你用這個石頭重鑄就會出現這幾條屬性 那如果用藍色的重鑄石 它就會用大瓷子裡面撈一撈 撈一條給你 那重鑄完可以決定屬性 要不要留下來 另外藍色的重鑄石 我找不到地方可以買 那而且裝備要先升Rank 6級、11級、16級會拿到一條隨機屬性 那你只能重鑄這個隨機屬性 重鑄類型的石頭 一個100鑽 跟貼秘境的石頭比 我覺得還算是便宜 那裝備要升Rank上去 就是一直打裝備來拆 拿拆的裝備把裝備升上去 這個花現金可能幫助也不大就是 遊戲裡面的金幣 後來差不多都是可以拿去賭裝 絕大部分都是垃圾 有玩過暗黑的應該深刻體會 但是因為它有限定 每天每樣只能買25件 而且超過10件之後 該部位的賭博費用會上升 所以我目前的經驗 並不是說絕大部分都是垃圾 而是全部都是垃圾 那這次雖然是ABA版本 可是感覺釋出的內容很齊全 雖然基本上整體的架構看起來 差不多就這樣了 手感跟方向什麼的應該也都已經確定 噢靠北! 巔峰等級還沒有講 它巔峰等級其實有點微妙 也有點無聊 滿級之後可以看到巔峰等級的頁面 分成生存、征服者、寶藏獵人和角鬥士四種 寶藏獵人和角鬥士分別要巔峰50和101才開 我玩到巔峰6沒有打算打上去 生存就防禦面的 征服者就攻擊面的 點進去看之後 就是一般的天賦術這樣 像是征服者上面的拳頭 就是護甲穿透 下面的雙劍就是傷害 每一點加40 然後可以點20點 所有的巔峰天賦 一定是前面的點滿 才可以點後面的 沒有什麼傑森點數的點法 或是什麼訣竅 就是不斷的刷、不斷的農 然後點上去這樣 當然也是有一些只有一點的天賦 效果比較好 目前給的建議是 如果你是手機玩家 常玩的那一種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這款你可能會覺得不錯喔 可是如果你跟我一樣 是電腦玩家 甚至你還玩過暗黑 遊戲層面的話 我想不到什麼貼切的形容詞 也想不到我除了劇情以外 為什麼要玩手機版的意義 就真的暗黑 手遊這樣 要說做起來的話 其實是真的做得不錯 我滿訝異的 結合起來也沒有說結合的不好 但是暗黑山都已經玩到 膩到不能再膩了 現在還要再玩一次手機版 可能會有人有興趣 但是我覺得是有點累了 我應該是看看劇情就算了 玩個一輪 塔拉夏和佐盾 有達到我的局點上 那影片就到這邊 這次也是做太長 如果有什麼想要問的 我影片沒有講到的 不清楚的 看是要下方留言處留言 還是要來實況問 有辦法幫你查 就查一下 我是萊斯 謝謝你看到最後 大家掰掰